大家好,我是Dan 如果今天大家看到有餐厅二次使用吃剩的食材的话 应该不会再想去这家店了吧 昨天,韩国一位人气女主播 在自己的姑姑餐厅直播的时候 被拍到回收使用寿女食材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争议 昨天,韩国一位女主播跟一位男主播 为了给自营业者打气加油 就去了女主播姑姑精英的猪肉烫饭餐厅 进行了体验餐厅工作的直播 一开始本来进行的很顺利 但是在担当拍摄的男直播主拍摄厨房的时候 却拍到了这样的画面 对,左边的直员将客人撑下的萝卜泡菜 不是丢到垃圾桶,而是放到一个大铁碗里 然后右边的直员 再将大铁碗里的萝卜泡菜撑到小碟子后 提供给客人了 左边的人回收,右边的人利用 非常环保 而且当时男直播主为了餐厅说的话 也变得非常讽刺了 很快就有很多看直播的观众们都开始留言指责这个情况 因为按照韩国的食品卫生房 剩下的食物必须要废弃 如果回收使用吃剩的食材 将会处于15天的营业停止 累计发现4次的话 就会被取消营业许可 也就是要关门 更何况 当天餐厅的直员们都知道会有人拍直播 还能这么自然的做出这种行动 所以很多网友们都认为 这家餐厅对于卫生观念 最起码的警觉心都没有 因为争议越来越大 女直播主另外又拍了 咕咕咕跟直员的道歉影片 这位直员表示 因为我今天第一天上班 所以不知道这家的风格 而我瞬间觉得萝卜泡菜很干净 所以就不小心放进去了 真的对不起大家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哇真的是无视了新冠病毒 是你的话能吃下我吃剩 又有沾到我口水的东西吗 第一天来工作就能这么自然的回收 根本就不是做一两次的动作 然后明明看到在回收 在旁边什么话都不说的大婶 也是今天刚来的吗 都有人拍摄来 还能没有罪恶感的那样做 就是长久的习惯 萝卜泡菜都在使用了 其他小菜会不那样吗 想要帮姑姑做宣传却搞砸了 所以机会也是准备好的人才能抓到 回收使用吃剩的食材 本来就很不卫生很不应该 更何况现在还是疫情期间 真的是不应该这样做 所以想问一下大家 如果今天你发现到你常去的餐厅 回收使用了吃剩的食材 你会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看到我妞自拍后的提安留言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妞的自拍 对这张照片提安表示 我妞呀问问基本自拍软件吧 超好笑真的 完全出自内心的担心 附上一个爱心和爱可亲的语气 所以更好笑是吧 太阳谢谢您 是我真的想说的话 太阳我女两个人都好可爱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不停的跳舞的难以动 这位就是 방탄소년단 제이홉 又突然想要脏紫 手飘 她上面有点 不理想死 如果��면能跟两川的环奖 不理想 sak君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我們下支影片再見,拜拜! 媽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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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中文是娘娘 唯有了,今天的影片就到這兒了,我們下支影片請留言跟書類朋友分享